不只是芯片,连屏幕也不行,京东方或将被迫终止与华为合作。 Ross Young给出的理由是屏幕驱动IC同样要依赖煤钩的芯片设计工具。 不能解决屏幕驱动IC的话,京东方屏幕也是不能正常使用的,除非京东方屏幕可以用国内完全自研的技术。 按照这样的情况,京东方或将被迫终止与华为合作,连屏幕也不行,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出现的情况。 当然,这些可能只是分析,具体京东方向华为供货怎样的屏幕,采用了哪些技术,是否可以规避美方技术等等都不确定。 美国给出的限制要求非常严格,基本上把华为和众多供应商之间合作关系都给切断了。 至于会不会包括京东方,只能希望不像这位分析师所说的那样,要不然以后京东方想要给华为供货,也只能提交申请了。 为了避免华为过度从海外竞争对手获得同样的零部件,美光提出申请继续向华为供货。 后来美光获得了向华为出口芯片许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